先生,刚刚聊您的王先生有提到说,他看了这个中共这次这个十一国庆所展示出来的一些武器呢,他认为是大部分对准台湾的,可是事实上很多的评论认为说,其实中国的这次所展示出来的一些武器呢,就有部分可能是对台湾有一点针对性的,那么就是想请教您,您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因应整个全球战略的态度, 好像台湾可能是因为以往的影响,都觉得说大陆所有的作为都是针对台湾而来,可是如果从大陆的角度来看,是不是他们其实台湾的这个问题,或者是说两岸的这个冲突并不是一个这么可能的问题,或者并不是一个这么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,您的看法? 好的,如果是讲这次所展示出来的武器,比方讲说这个地面装备的十四个方队里面有七个方队,十五个方队有七个方队,是这个从这个面对台湾的这个军区去的,所以你会感觉到有这样的压力存在,还有呢,某些项目,比方说这个远征战斗车,它就是在一个比较远的四十公里之外,它就可以下海了,这个当然都是,如果你要这个发动对台湾战争的时候,它会派上用场, 但是整体就像刚才博弈讲的,这个中国大陆它的这个战力的发展呢,它一定是考虑全面的,这个从来中国人呢,他的感受的威胁是,这个不是只有从东南来的,很长的时间呢,是从这个陆地上,从海上,它都有这样的威胁存在,所以呢,它的考量不是说这个只有考虑到台海,至于说这个像有人提到说,两岸之间的这种军力失衡啊,这个美国其实是已经考虑到它这个,这个现象不但存在, 而且呢,是情况越来越严重,所以就是为什么说美国要一直在讲说,一方面从前是希望台湾买武器,现在呢,美国,台湾就是告诉美国预算编了,你什么时候才卖,这中间呢,当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差距,不过呢,这个中间的这个差距应该是越来越小的,只是就回到我们最前面的问题,美国它有它诸多的考量,它短时间内,它要考虑欧巴马去大陆,长一点的时间,它考虑在这个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,所以呢,这个美国到现在, 在为止,就始终在这个,就是口头上,它仍然是非常紧的。 好的,谢谢刘平先生,那么回到台北,我们请教卧明贤教授,就是,这个,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,那么,我们知道这个,比政府提出了6108亿的这个预算了,这个,那时候,当然,国内有很多的意见,那么,也,很多人觉得说,这个,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态度也不是很友好,所以,可能会有造成两岸军备竞赛 的一个可能,那现在,既然两岸的关系已经和缓的话,您觉得,就是说,大家是不是可以,就是说,花在军费的,是这个上面的,这个,或者说,造成军备竞赛的可能性,会降低一点呢? 我是觉得,两岸的一个军力发展,它最主要的问题,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,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表现,那么,也是一个国家防卫能力的一个展现,那么,对台湾来讲的话,如果我们有足够充足的国防,那,未来两岸的一种谈判,我们才有一个后盾,然后才有一个筹码来跟它谈,这是第一点。 那第二点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从2002年开始,到2006年,我们因为民进党提出了这个6108亿的军购案,那国民党一直背一个,那到最后,不是6108,变成4900,那么,所以,我们还是买到部门的武器,但是,最主要的,我们对台海防卫最需要的,事实上是潜见,专门财店潜见,到现在为止,都还没有,这个,影子出现,那,事实上是对台湾的一个影响很大,那,我是认为,当您谈到了所谓的,这个, 在这样的两岸,缓和情势底下,那,我们的军备,我们的军备,国防政策,是不是可以减少的问题,事实上,我们一直想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军购,军备预算在,我们的一个GMP的3%,这个数目,事实上在这个非常恰当的数目,同时,我们也可以到达到说,目前,我们整体的一个,国防政策的一个发展,是希望能够先整合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,然后进行人业的裁检,走向一个精兵制度, 走向一个所谓的这个,坚落磐石的一个国防政策,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,那我想,不会产生,所谓的一个军备竞争的问题,因为是,现在是中国一直不断地在发展军,军事力量,一直不断地在空中,在水面,在海上的发展,所以这个问题,对台湾来讲的话,它的,它的一个,这个程度是比较弱的, 那只是,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原点,那么,国防是国家的一个表现,如果,如果今天,今天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,那当然,你就没有办法,有足够的这种力量,来未来跟中国的进行更进步的一个谈判,是,好的,谢谢汪教授,我们再把现场交给孙城,好,我们继续接电话,下面是台北的谢先生,谢先生您好,台北的谢先生,请讲, 喂,喂,谢谢,我想请问那个,脉冲弹会使得通讯中断,那对台湾的防卫武器是不是会有失效,还是对防卫武器的准确性没有影响,脉冲弹的影响范围有多大,有没有事先预防的方法,那个攻台,脉冲弹它扮演的角色为何,那攻台它可能的步骤是怎样,有没有可能说,像那个辽宁皇亲人说,使用的核弹这样, 好,谢谢 好,下面是湖北马先生,观众马先生,请讲 好,主持人好,我认为美国对海军事不会 马先生,抱歉,您这个电话断断去,请您再打一遍,我们下面接河北张先生电话 你好 请讲 我有三句话,第一呢,我想台湾即使再买再多的武器跟大陆平衡,这是不可能的,关键在美国的态度,第二呢,有人说中国的大陆的武器啊,军业行是针对台湾的,我认为这是一种荒唐的想法,因为胡锦涛也好,这个领导人知道,台湾也是中国的地方,把台湾变成一片焦土对谁没有利益 第三呢,我这希望奥巴马总统不成为什么呢,世界和平,和平,诺贝尔和平奖吗 和平奖叫民意乎其实,在两岸观意上呢,是要维护这两岸的和平,不要爆发战争,谢谢 好,下面是桃园的徐先生,徐先生好 喂,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请讲 我简单的也说,简单的一些,第一点,美台军事啊,同盟啊,与全球化挂钩啊,应该全球布局啊 第二个,F-16CD啊,跟这个目前的F-22啊,这个是已经有一点差距了 第三点,美国可卖,中华民国可买,双方啊,乐与互信互助就可以了 第四点,除了军事之外,外交、经济、心理、文化啊,都是啊,射于飞机最佳的一种啊,这个和平的工具 第五,交通建设与交流啊,尤其是航太的高科技啊,只要能够全球共同合作啊,这才是未来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和平的大道啊,谢谢 好,谢谢,江西的李先生,下面是 江西李先生,请讲 大家好,我最近考察了一下台湾的皇屋 我认为,大陆如果从海上登陆台湾,这地区会牺牲很大 当然,也不会是无孔不乐,但空中就是无兵火卫,当然,战战谁也得不到好处,我想,美国也是如此,谢谢 好,下面是桃园的徐先生 台北的黄先生呢 大家好,那个,两三年前啊,美国要卖给那个啊,台湾的金色啊,结果水封杀的 没有逐政的时候就要给人家封杀,现在要逐政的时候就要了 如果说三年后,要换别人逐政了,是不是又要封杀了 美国是什么,美国干脆就不要卖就好了嘛 中共要打就打嘛,中共也不会打台湾啦 我敢保证啦,中共打台湾,他头不是,那个头不是坏掉的 他打台湾干什么,现在台湾光是那个大陆新娘就有多少了 他打,打什么,谢谢大家 好,是不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,在台北的嘉宾翁教授 文教授